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失职之嫌 那么这个是不是马上就让很多的民众会联想到说 你根本在自己台电没有搞清楚革新之前 为什么要评端的增加这个整个的一个电费上涨的情况 这是我们针对这样的这个情形 欢迎收到观众朋友 新加入来宾有辉文先生 我们先看一下这是最新的监察院弹劾的情形 自我主动向部长请辞的 他是台电前董事长陈桂明 被外界质疑 明明台电亏损严重 却还花大钱购店 交监察院弹劾 被弹劾的不只有他 还有前总经理图真义 总经理李汉生 门前员局长叶惠清 监察院调查发现陈桂敏 图真义 李汉生三人 明知道台电亏损连连 却增加了新台币59亿元购店支出 再来94年 行政院决定将电力备用容量率有20%调降为16% 在国内用电需求无余情况下 又会精确核准新元电力新设电厂 四人待乎值守 为师严重 决策一乎长情 弹劾通过 同时被弹劾的这四人 离职后又转任台电捐助或转投资机构 担任重要职务 给外界很大的想象空间 有契约之嫌 经常院建议司法机关进行调查 六月期将展开一连三波电价调涨 但台电连报弊案 燃其民运无法平息 涨价欠缺说服力 就是最后这一句 涨价的这个需要有它的正当性跟这个说服力 可能这个弊端是一件事情 但是电价要不要上涨 基本上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对目前台湾民众来讲 说你这个整个的台电 如果这样的一个弹劾的情况是属实 今天包括了针对台电的前董事长 前总经理 现任总经理 跟经济部前能源局的局长 那么这个是说如果是这个96年到100年度 因为利率没有调整 而使台电公司增加购电的成本 约59亿元就决策为乎长情 我先必须这样说 上一次涛哥邀请陈桂敏董事长 那时候还没有去职 那么就坐在马教授的那个位置 当时陈桂敏董事长在这边 议政延迟 延之早早 他说与民营电厂的构电合约 是不能够更改的 更改了就会有法律的问题 言由在尔 言由在尔 今天我先不谈叶惠卿 因为能源局前局长叶惠卿被弹劾的原因 跟台电三位高级主管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当时候跟民营电厂 酒家民营电厂签25年的构电合约的时候 他用的是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的概念 也就是今天弹劾文上所写的 当时候设定当时的利率 是7.625%到5.15%之间 这酒家民营电厂 也就是这个7.625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台湾银行的基本放款利率 也就是说今天我政府跟民营电厂 我的构电价格 保证你能够得到你的机会成本 叫正常利润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投资电厂 你存到银行里面 也能得到这样的利息收入 我保证你的正常利润 好 可是签的这个约是25年 往后利率不断的下降 降到多少呢 降到只有1.368%到1.76% 那很明显的 现在一百年以前已经降了 对 依照这个合约所签订的 这酒家民营电厂就能得到 所谓的超额利润 这个超额利润就是比原来设定的 那个正常利润要高很多的超额利润 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人民民众 去补贴这酒家民营电厂的超额利润 有没有图例之嫌 当然有啊 而整个构电的合约里面有记载 双方之间是可以议定修改合约的内容 构电合约的内容是可以改的 那既然利率已经比原来的7.625% 降到了只在1.365% 降了这么多 你为什么不去修改构电合约呢 何况在中间还曾经委托台湾经济研究院 做过一个专案研究报告付钱 付钱的专案研究报告里面得到的结论 构电价格要依照利率做浮动的调整 你为什么不做呢 你明智而不为 做事这9家民营电厂得到超额利润 有没有图例之嫌 当然有图例之嫌啊 所以不但被弹劾 还要被移送司法单位进行调查 但是构电如果当初跟民间9家合约说 我构电每年都必须要 因为我整个的投资的成本很大 我构电每年一定要有多少的额度 这是一件事情 可是整个的利率它是浮动的 如果利率也变成一个所谓的fax的话 那这个固定的 这个对整个民众 对台电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你看台电今天的回应 他们大概也知道这个事恐怕是不合理 他们有尝试要跟这些民营公司 要重新启动这个修改 或者是也请了律师做这种意见的沟通 显然他们是说我们已经努力了 但是没有结果 是不是陈桂明跟这另外三个人 他们有图例自己的嫌疑或图例这个厂商的嫌疑 这个其实很难讲 我觉得台电从光复到现在 如果你要追本溯源 台电里头肮脏的一面的 关于人事的任用 人事的声迁一大堆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的同学是我们这个年龄的 本省级的 很少数的可以当到副总经理 他如果我们一起吃饭 他就满腹苦水 我说你南部来的小孩子已经跟他副总经理了 你应该很高兴才对 你怎么还是这么绿 还是一天到晚骂台电 而且退休了以后还在子公司 还享受了一两年的好处 你怎么不感恩徒报还一天到晚骂 台电的问题是很多 但是如果说多花了五十几亿 跟现在台电的亏损是一千多百亿 一千五百多亿嘛 这个数目是差别差很大 所以我不同意说台电的毛病 跟这个要不要涨价混在一起了 如果现在没有要涨价 难道这些就不要追究了吗 还是要追究 但是就是两个就牵扯在一起了 我认为涨价另外讨论 但是这些也要处理 但是我们要去想说 当初这些主事者为什么要前这个月 是为了图立自己吗 还是有另外有压力呢 还是背后有哪些 这个看不到的这个手在哪里头推动呢 我觉得是要追究 但是如果只停在监察院的弹劾 你说这个是很震撼 我觉得一点都不震撼 我觉得如果是有刑案的话 就照刑案办理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弹劾也就是打打苍蝇而已 所以你认为是应该分开两件事情 不因为监察院的弹劾 而把目前在六月十号 在前天已经第一波 二三波是不是就应该暂缓下来 现在问题就是社会大众的观感的问题 邱宇文你可以作为不同意 我必须这样子讲了 就是说台电基本上的问题 大家过去都怀疑 但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具体的了解 因为缺乏资讯嘛 好 这一次监察院做了调查证明了 大家过去所怀疑的 民营电厂购电是出了问题 这个购电合约是84年 民国84年 1995年的时候签订了 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曾经怀疑过 因为当时候第一波得到民营电厂 其实当时是在国民党的党管会里面 在刘泰英大总管的一个操盘之下 决定说给谁给谁 当时候用台银的基本放款利率7.65 这个放款利率来作为保证它的正常利润 签了25年的构定合约 合不合理 我觉得要去调查 我觉得这件事情涉及到当时开放IPP 民营电厂的时候 中间所存在的层层的黑幕 今天调查这个问题 不应该就分党派的问题了 你要追溯嘛 84年1995年 那个时候在国民党的党管会里面 刘泰英到底介入这个案子 到底主导这个案子 开放民营电厂 整个去 整个就分柄的过程里面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弊端 我觉得应该由司法单位 把这个案子好好地查清楚 刚才什么富雄委员说 这个是59亿 比上这个台电的这个真实的这种亏损 因为燃煤的这个问题 1500 600亿 不成比例 可是民众会用一个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 说监察院 监察院这个弹劾 在过去 它的这个可能越来越示威 至少如果连监察院都认为 这是一个 不可以这个理解的 或者是维乎长情的情况 那有多少维乎长情 民众说我为什么要去承担这个一堆 如果有一堆维乎长情 我为什么要去承担这个维乎长情 所以涛哥真的是 你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时候媒体 还在瞎起哄就完蛋了 刚刚沈大佬讲的才是正确的 一码归一码 增加过电成本五十几亿 可是真正亏的是亏在哪里 是亏在被载容量太高 那为什么被载容量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为什么 联合报社论有险 因为工厂外移 产业跑掉了 所以电没有人要用 就被载容量变很高了 所以大家不要 因为六月一号已经开始下机电价 六月十号已经涨价 第一波涨价 八月大家可以收到账单 就知道涨价了 这几个这个明天电厂 没有一个是马英九总统盖的 不是李登辉总统 就是陈水扁总统 这是百分之百的烂摊值 这我想非常的明确 刚刚这个大佬也提到 这都合议 这台电的新闻稿也有讲 什么叫做合议 叫做双方 应该讲大家都同意 有时候是三方四方 大家都同意叫做合议 那有合议吗 台电说我们来调一下 这个什么成本调一下 明天都说我不要 我不要不行吗 你去告我 你打行政诉讼 我也记得陈桂敏那天 坐在马凯老师的位置 我非常记得陈桂敏那时候讲什么 他说我们来去跟他 看合约 找法律顾问去谈一下 也谈 人家也不跟你调 你不要忘了 我当初还问了 这个陈前董事长一句话 我说如果你不把当初 好像有什么样的压力 不把那所有东西全部抖出来 那就是你必须要去承担 整个台电要去承担那个事 是 导哥 这个监察院的东西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六月底 就这个月的月底 台电跟中油的第一波检讨报告会出来 我是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可是刚刚邱教授讲的那些东西 都已经在特征组跟北检了 那我最后要回应陶哥 你要再讲 还长跟分段长 其实就是另类的洞长 那我是建议你说 你要告诉大家是全民买单 观众朋友要了解说 现在任何一个人 包括那天邱董 邱福生讲说 那我们的还长好 全民买单 我也是全民的一辈子 我买单 大家一起买单 那不要以为说 没有动长的事情 没有还长的事情 你说第二段 第二段第三段不要长 我也没什么太大的意见 可是要跟观众朋友 一定要很清楚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在媒体上告诉你说 要还长 要分段长 要动长 就是全民买单 就这么简单 不要再来这一套了 马赶教授 我对省委员跟霍伦的意见 我都不太赞同 首先就是 台电 它本身经营方面的这些问题 我相信是存在 因为我对每一个国营事业 我都把同样的态度 而这些问题都是长期问题 所以你把长期问题 跟短期调整电账问题 混在一起 的确不适宜 可是今天这件事情 因为在这次电价调整的时候 当然开始把台电的 种种的效率 或者他的可能有苏诗 都举出来 就像刚才邱教授说的 过去大家都认为 这只是一个猜疑 一个传闻 可是今天传闻这次弹劾 也许他到最后不能成案 可是他让大家的怀疑 好像得到了非常大的支撑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是一味的按照台电所给你的各种调价的这个版本来调价 它的这个正当性会受到质疑 第二点 就是刚才会说 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涨 就是全民买单 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 如果这次不论是这个59亿的 这个购电成本 或者是台电跟民营电厂 用比较偏高的价钱去买电那件事情 到最后证明他的那个电厂的设置本身是有问题的 因此他可以修改他的买电的这个合约的话 他的这个买电的成本的确会下降 而这个下降不是说下降一次 而是持续不断下降 所以在这个时候 对于台电本身的成本而言 的确会发生影响 而这个影响 如果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话 他就必须说 我当初按照种种条件估算出来 电价上升的幅度 今天来看 也许他不是会调很多 但是会调价 而这个调价 我要负责任的让他反映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该做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这次台电这个调价的这个方案 是在中油开始 因为国际油价上涨 而调价油价同时决定 他只不过是按照立法院的决议 要延后一个月 所以他延后到一个月之后 然后又经过这个 这个马总统的财势 变成三阶段的这个调价 今天不论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时间调价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那就是他根据当初中油 要调油价的同样的理由 同样的背景 而去调价 而今天包括马总统在内都承认 中油当初他的判断错误了 油价不应该调那么多 换句话说 因为油价上涨而调的电价 也不应该调那么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电价调整的这个幅度 是要重新计算 那如果要重新计算 你今天在6月10号开始涨价 到了后来呢 你会发现这个涨价可能是涨太多了 所以将来你势必要再度调整 而那个调整不论是政府的威信 还是民众的观感都发生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是说不调了 而是把这个调价的时间 像我们上次所讨论的 我们从6月10号延到9月底 下季电价开始调回原价的时候 在那会再决定 到那种情况之下 第一个就是 它的那个电价一定是往下降的 不会再上升 第二个就是 它的这些种种调查结果 当时已经出来了 马凯教授大概基本上归纳了两点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一起来这个考量一下 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几个不同的这种角度 马凯教授刚刚讲的说 整个的估算的这个调价的这个结构 可能因为有所改变而不同 这个改变不一定是很大 但是这个改变 必须要给人民合理的解释 另外一个就是 在整个的一个调查清楚之前 那么在跟民众说 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情况 解释清楚之前 那么这是不是都应该 考量在这个战缓的里面 我赞成把弊端跟电价 要分开来 两件事情都要积极去做 那我现在具体的来说 我认为积极要做什么 我先讲电价这一部分 我的主张是 要组成一个电价费率委员会 然后它必须要比照像油价一样 是浮动的机制 有涨有跌 可是它不可能像油价 一个礼拜调整一次 它可以用一季为单位 就三个月调整一次 因为电价的它终究是相对来讲 比较长期的 所以它如果是每三个月 调整一次的话 那么它就不会每一次 调整幅度这么大 然后也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国际的燃料价格降低啦 你为什么不调降 那国际燃料上涨的时候 你有可能拖个三年四年五年 一口气累积涨非常的多 所以我具体的主张 是要成立一个废率委员会 这废率委员会应该要有一些消费者 乃至于会计师的加入 也就是外在因素的加入 让它可以达到废率透明化 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所以要不要像上一次一样规定的 6月10号是40% 涨这个原定计划的40% 然后接着12月10号再涨40% 我认为涨还是可能一定要涨的 但是幅度恐怕不会像原本估算的 因为在这一段期间煤的价格跌了非常的多 而且是20%这么大的一个跌幅 天然气的价格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石油所提列出来的天然气 这个价格其实也跌了非常的多 所以两者因为都跌了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你说还按照原本所估算的那一个数字 然后我来做调整 我认为这个不合理 所以他应该要极快的去成立这个废率委员会 让电价透明化 同时让这个机制可以运作的情况之下 计算出合理的电费 然后作为调整 然后去建立每一季 因为当你一季一季调整的时候 他就不会一下子感受度那么样子的强 可是在弊端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经济部的这一个调查 不是监察院的这个调查 检调单位我真希望他能够查出一个结果出来 因为说真的 我认为问题是很严重的 上一次台电的董事长陈桂明 坐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为了 其实他提了两件事情 我们当时也都提出来了 这一次监察院弹劾的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你合约里头利率定这么高 现在利率这么低 你当时把它调降 你可以省很多钱 当时陈桂明就斩定结结说 我们请律师研究过 我们没有办法 高不赢的 我们高不赢的 所以没办法谈 根本连谈都不必谈 当时他是这样讲的 大家都记得 第二个 如果你的被载容量是16% 你为什么还要同意 最后的那一个 新元的那个电力公司 那个民营电厂的那个成立呢 2006你为什么要同意呢 他也答不出来 可是今天在合约这件事情 我们发现到这个合约 不是只有一昧的对民营电厂有利 对民营电厂有利 也有不利的 不利的是什么 就是当那个煤的价钱 天然气的价格涨的时候 台电一年才给你结算一次 对民营电厂来讲 我现在成本就已经提高了 你一年之后才给我提高电价 我不核算 所以他要求说台电 要及时调价 台电有筹码了 我可以对你有利 我也可以对你不利 我们一起拿起来谈判对不对 但台电不这么做 监察院这边 我要提一个关键 我要提一个关键时间点 他就同意民营电厂 说即刻的反应成本 什么时候同意的 天然气的部分 是在96年的10月9号 同意开始 燃煤的部分呢 燃煤的民营电厂 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 2008年5月12号 我不懂5月20号就要政党轮替 为什么5月12号同意 这个简单讲民众会问了 什么好处 好处都给民营电厂 对啊 然后所有的不利 不利我都 公营的国营的台电 都要吸收 如果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重点是 这些问题不解释清楚 能不能够理所当然的给社会大众 民众很多人觉得说 你燃煤各方面的成本 我们愿意去承担 我们要钱的减碳愿意 但是这个不合理的地方 你如果不讲清楚 现在等于是证实的一部分的话 你怎么能够让人民接受 我先说明一下 我觉得民众的观感 民众的逻辑很简单 这一次台电之所以要调电价 它的理由是因为台电亏损很严重 再不调电价 它就要倒闭了 它就要破产了 好 那么台电的亏损是因为 它的成本结构所造成 而它在成本结构里面 被大家质疑过去的 包含它的被载容量 包含了它的 让民营电厂构电的成本 等等等 好 现在监察院的报告里面证实了 民营电厂的构电有问题 被载容量的部分也有问题 好 这个部分一证实 民众当然会质疑嘛 你调高电价的立足点的成本结构是有问题的 民众怎么会服气呢 好 所以现在违京之计嘛 我们一开始 为什么我一直跟马教授的观点是一样的 我认为说10月1号再调第一波的电价 因为你10月1号可能这些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 已经给民众一个合理的交代了 已经把台电里面贪张王法的汉秦芝麻已经揪出来了 那时候再来调电价民众会比较服气嘛 而且到底该调多少那时候会比现在更加的清楚嘛 这是上册嘛 你6月10号当然已经过了好几天了啦 但是两个月以后才付电价嘛 所以你6月10号你现在把它往后延 延到10月1号嘛 这上册嘛 要不然你现在政府宣布 先宣布12月10号我暂时先不涨了 我把它调查清楚给人民一个交代 让所有的成本结构变成透明化 变成攀在阳光下给大家检验 然后我再来调整电价 这时候就没有所谓的抱怨了 大家就觉得我该调多少就调多少 所以基本上不是不讲道理 但这点能不能说清楚了呢 我基本上跟马教授还有这个 邱一教授的讲法我不太同意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很多人讲 全民健保的费力不可以调动 除非你处理要价黑洞 但是我向大家报告 要价黑洞有它的道理 而且要价黑洞通通把它拿掉以后 它对全民健保总体的支出的影响 是非常的少 既然两位教授都有疑问的话 我觉得违今之计 不是把第一波的涨价往后推 这个有失政府的威信 但是我觉得台电要非常快速的 就说假定你们两位讲的都对 都对 我现在这个跟民营电厂的收购的价格 可以一期非力的变动往下调 还有背载容量可以修正 这些都听你们的话 我可以节省多少 我对应该调整的这个电价 可以影响多少 在很短的时间算给大家看嘛 那就辉文刚才讲我比较同意 很多辉文的讲法 辉文就电价油价 我最近都跟他同一条线上 因为我们都是好公民 我没有想到辉文是这么一个好公民 为什么呢 因为辉文刚才讲了说 这个如果不调涨的话 是全民买单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老百姓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调涨电价的话 是我每两个月 都要从我的口袋里头 多掏几百块 这是切肤之痛啊 但是如果不调涨的话 他累积了上千亿的债务啊 这个是全民买单 是等于国债 但是这个是未来我们下一代的问题 这个是举债的 而且到底我将来我的小孩 我恐怕没有小孩 我有小孩 他到底要交多少税 他多交的税有哪些 是属于国营事业的 他没有感觉 这个我觉得你在费再大的力气 九牛二胡之力啊 也没有办法 让老百姓接受 说那个全民买单 跟这个我每两个月 要从口袋里多讨几百块 划等号 我觉得他们没办法接受 这个我来呼应 这个沈大老讲的 我这个部分我比较有信心 他说我相信民众慢慢会懂 其实不难 刚刚邱教授讲的什么 延到几月 或是刚刚马教授讲 那个还是回到我讲的这个 还是全民买单啊 那那个数字的部分 因为刚陈凤金已经提了 这个是台电之前讲的数字 三阶段调整 今年亏722 明年亏269 那刚马教授讲那个 其实明明是40% 这个20%其实就是邱教授刚刚讲的 这是马总统说20% 看你台电的经营绩效改善的怎么样 改善的好 调或不调 这20%是未定啊 所以怎么可能说 因为这个最近油的问题 所以涨太多 涛哥这个数字我不用精算 我就可以告诉你不会啊 我希望涛哥把军金中南海 带到这边写一写哦 不要再期待月底中油跟台电的报告 也不要再期待特征组跟北京 我举个例子 我那天还在跟一个人讲哦 涛哥我就不要讲名字 但我的结论哦 他跟我讲说 哎很奇怪哦 那个选举选完了怎么 宇昌案监察院都没动作 宇昌案啊 宇昌案是在台电这个事情之前啊 结果台电今天这个事情查完啊 那宇昌案呢 你谁也知道嘛 这叫台义人叫台义人 就是腿软了嘛 知道现在台电跟中油 你六岁的时候 我来站一下 我来扔一下啊 那宇昌案他为什么不查呢 宇昌案不是检举的很具体吗 去检举的人大家都认识啊 为什么都没事呢 所以不要因为这事情 涛哥我知道你的这个 那我们是不是第三段 不要涨了 我说实在话 马总统这个事情已经转弯过了 如果现在再转弯 会变成一个大消耗 是 但是对民众的一个承诺 跟对民众 民众要求的就是一个公平 刚才其实两位 无论是省委员 或者是凤馨小姐谈呢 如果在某种阶段之下 先算清楚啊 适度的予以回应 但是怎么叫适度的予以回应 对民众来讲 这个事情 那么你如果有一个 我只要看到你有一件事情 你其他的所有累积的这种状况 是不是要搞清楚说明白了 其实刚才他们两位讲了 这个全民买单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省委员把这个事情 跟这个全民健保放在一起 中间是有差别 因为全民健保并没有碰到 这个油价或者煤价 发生变化的这件事情 因为就发电而言呢 不论是煤或者天然气或者油 其实这些部分是它重要的成本 而这个成本现在我们全国都看到了 它不断在往下调 最后你要说我们现在做决定 是根据油价下调之前的这个因素 来做决定 没有人会相信 就是说全民买单 我学金我当然知道 你如果是这个供应事业亏损 当然到最后是全民纳税 问题就在于 全民本来也许只要买一万块钱的单 现在因为各种因素的这个降低 变成买九千块钱的单 你还是跟全民说 我不管其他因素如何 我就是要你买一万块钱的单 我就为这一千块 我不服气 我不愿意接受 我不是说我不要买单 我只是说你硬要叫我多出一千块的这个单 我是不买这个账 至于说是会员说 我们到最后等到二十 这个百分之二十未定的部分 再来决定要不要挑 那个部分是马总统跟人民的承诺 他说我如果现在要调百分十七 前面百分之四十是六月十号 后面百分之四十是十二月十号 然后后面还保持百分之二十 这个是他跟人民的约定 你今天如果算出来 他不应该调百分之七 他只要调百分之十五 那么他就应该是百分之四十是百分之十五的百分之四十 而十二月十号是百分之十五的百分之四十 最后的百分之二十是按照台电进行期下来决定 这个才叫做诚信 这个才叫做按照公事来办事 依法行事 你不能说我现在因为这个买这个煤 买瓦斯成本降低了 而台电这个效率可能会调查清楚 所以我把这个都放在百分之二十里面去算 这个跟当初承诺是不一样的 尤其今天如果大家都知道 台电发生这样的可能是有弊案 可能让当初大家疑虑证实了 而在这个时候政府没有任何的动作 没有任何反应 我觉得这个时候民怨是无法化解 所以假定马上说我现在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 经过计算 我认为我们当初估算那个成本可能太高了 我现在愿意把它降低一点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它是科学合理的 一方面它真正对人民有交代 马上回来我们自己去针对这一点 科学合理的数据 就回来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个整个监察院弹劾了这个台电四名高阶的包括前任的董事长 那么理由是这个原本跟民间的这种电厂利率使台电公司增加了 可以这个降而不降而不去争取 增加购电成本大概59亿元 另外一个是针对前能源局局长 也就是2006年 行政院的这个将电力备用容量调整为 从20调整为16% 在用电需求无余的情况之下 能源局仍然在2007年核准了 新元电力公司申请了电厂的筹设 100年起获得容电量费 徒增购电的支出 这到底徒增多少 那么监察院并没有交代 这到底是一个多少 但是就是说这整个的一些这种问题 这我们刚才其实有一个非常 让所有社会大众好的一个 大家对话的一个辩论 那么省委员包括奉兴跟这个辉文先生都认为 无论从整个的一个公共的这个角度来看 或者是电跟整个目前所有的一些 费用的上涨跟他成本的支出 不应该或者避案应该是两件事情 邱毅教授跟马凯教授分别共同都认为 所有调账的结构如果有所改变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合理跟诚信的回归给人民 另外一个这个角度 为什么不等整个讲清楚说明白之后 在全面的实施或者第二阶段的这个东西 这个店长的这个状况 对不起我这边一定要澄清一点 就是说因为如果弊案的事情 一定要等到他完全查清楚 而且甚至于司法三审店 哇那都几十年过去了都有可能 而且坦白说你不见得弊案都能够把那个 那个价钱追回来 龙潭购地弊案 我们花了多少钱 一百亿啊 你说我现在能够追回那一百亿吗 现在也追不回来了 所以弊案的部分不是不要追 弊案的部分要追是要追究很多 后面真正享受到利益的人的问题 可是在电价这一个部分 我的主张是叫做合理科学客观 那这个合理科学客观 就是说我也不会要求说 一定要按照五月当时四月五月的时候 那时候所决定的那一个数字完全涨足 因为那一个数字的一个基础 就是石油啦天然气啦煤啦 这段期间幅度都已经降得非常多了 那你完全按照那个时候的幅度 来调涨的话 我认为民众 就是再合理的人都不会接受 所以你刚刚强调 合理科学客观 这几个角度就不是按照 现在六月十号之后 十二月十号跟着这个 但是我认为你不能够把六月十号这件事情 就结束掉 不是六月十号该涨的已经涨下去 因为过去那个调涨的那个部分 该涨的那个部分 现在即便油价这样子调涨下来 那百分之四十还是不够的 是我们现在至少反映在 十二月十号的那一波 对在十二月十号应该要反映的是一个 新的费率结构下面 而且用公式化的方式来处理它 这就是民众现在在追求的 不过刚才马凯教授针对省委员 省委员可以回应了 马凯教授 签面买单的部分 签面买单的部分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啦 这个是当然 这顶在那儿 你现在不付 最后还是有人要付 我们这一代不付 只剩要付 所以我觉得像我 今天登的那一篇我的文章 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有多少人回应 八十篇文章回应 里头我认为有一半 还是不懂我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要 有关钱的事情要跟老百姓讲 说到底是不是全民买单 或者是不是该涨 我觉得这是有利讲不同的 老百姓是看得很短 而且只是看我的钱是增加 还是减少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说我写那篇 我觉得还蛮得意的 你知道我觉得我写得不错 但是我已经好久不写了 我已经封 一般论点说得很清楚 我跟你讲我已经封闭了 因为我觉得投稿到 平面媒体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已经忍了 我说我何必写呢 但是我忍了很久 你看我对平面媒体 我对绿营的 或是对一般民粹的 或者老百姓的抱怨 说连叠十天你还涨什么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连总统 连院长 连经济部长 连中油 都一副那种很亏欠的样子说 哎呀呀 这个猜不到的 这个世事难料的 这个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的 我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我那篇文章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我不是在计较什么时候该涨 或者该涨多少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涨了 你这好高文 真的好高文 你涨了以后全球的原物料统统跌了 包括布兰特 包括德州 统统跌了 所以你有这个运气 每一个礼拜跌一次 连跌十个礼拜 刚好让这个涨上去的油价 跌到原点 这不是很好吗 大家你说油价的冲击 不是都没有了吗 那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net gain 这个我那篇文章 其实最后我还在加一句 我没有讲 我以为这个整个过程 大家已经看懂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讲 什么是net gain 你赢了什么 你就是把油价 该涨的时候就涨 该跌的时候就跌 这个完全回到轨道了 我少讲一句比较难听的话 我说从此以后 如果有任何政客 为了选举 为了选票 敢动涨的话 应该天出地面 我少讲了那一句 因为我少讲了那一句 没有人看懂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好委屈 我已经写得有够白了 而且甚至把我的老套 四个可能都搬出来了 结果还是有一半的人 看不懂 陶哥可不可以先 容许我回应 全民买单这四个字 我同意省委员讲的就是说 全民买单这四个字 讲起来容易 要让民众接受 非常困难 可是我感受 很深刻的一点是 你知道全民买单 不会是指使我们 这一代来买单 按照我们的财政结构 一定是我们的下一代买单 可是陶哥 我这句话很重要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下一代 都会买单 如果你的下一代 就是父母有能力 让子女有能力 可以出国的 他永远不必买单 就是没有能力 让子女出国的人 他的下一代要买单 刚才省委员 非常感触的说 今天在报纸上 投书了一篇 这个投书的这个说 如果一个油价连叠 十连叠 然后超野打罚 举国是礼盲 那么省委员感触 这整个的文章里面 非常的均衡 把事情说得原委 重点就是在于 你未来任何的这种政客 都不应该违背的 那个公平的这种 浮动的机制 可是这个电价现在 目前状况有一点差别 电价如果整个台电 跟政府理亏在钱的话 人民礼盲就变得 某种程度上是有理了 我们稍后再聚会 哪里理亏了 目前造成这个台湾 民众的一些 民怨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电价涨 油价刚才省委员分析的是说 你只要把它回归到 一个合理的浮动机制 什么事情都有理 走遍天下 我补充一下 现在油价非常幸运的 刚好回到原点 所以任何借口 包括继承车司机在内 没有人可以中油价说 因为油价我辛苦了 因为油价我要涨价 这个理由重新再讲起 我把你干掉 真的是没有这个理由了 你知道吗 不是吗 但是基本上是 游离走遍天下 电价的这个问题 1.6是不对的 因为那是60% 还有40% 所以我们在公共媒体讲 那个数字一定要很精确 我举两个不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 因为所学有限 刚刚马凯教授说 台电跟中油搞不好是15% 15%的事实 这个我听得懂 如果我今天红灯右转 我被警察拦下来说 你们有少部分警察贪污 白嫖 那我为什么可以抬把单 我们5月才缴税 我可不可以跟政府讲说 你政府很多弊端 政府浪费很多钱 所以我不缴税 我刚刚涛跟那个结论也很好玩 他说 我就说他有立场的 其实他会在下结论的时候讲出来 他说政府理亏的话 就不能怪民众礼 什么叫理亏 什么叫理亏 就你假设他有弊案 你假设这个明天电厂有问题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监察院的弹劾今天出来的 大家都不满意 这我就不用问了 经济部的检讨报告 月底就会出来了 特征组跟北检 这我都打问他 如果各位的假设都不成立 现在那我必须请 这什么理亏理忙那些话 还有帮马凯教授的那些假设 统统吞回去 因为没有弊案 陶哥你们现在是在 假设有弊案的前提下 对不对 对不对 民间电厂有弊案 我把他讲完 我很快把他讲完 如果有弊案 对谢谢 如果有弊案的话 你们爱什么讲都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 这谈何算什么 当然谈何本身不是个问题 但是现在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状况 这不是必不必案的问题 你会在哪里 你会在哪里 让我澄清一句了 我一直说 今天如果电价 不该涨那么多 它的原因是因为 煤价也降了 天然瓦斯也降了 油价也降了 跟当初要决定 涨价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 所以你不同的基准 上材的涨价幅度 绝对不同 所以今天不是在 这个五月涨 不是在四月涨 是现在六月涨 所以你必须要把现在的情况 所计算出来这个店家的账符 要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说 全面买单 本来你要说买一万 事实上只要买九千就好了 但是你还是糊弄人 我就要多收你一千块 这点就是我的理由 这个是所谓的 一切淘账的这个基本的标准 要讲得非常清楚 当基本的标准 开始移动的时候 也就是省委员认为说 你油价连十将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 大家能够接受的这种情形了 币案还不一定 但是浪费是百分之一百的 你的浪费造成了你不合理的成本结构 而这个不合理的成本结构 构成了你调整电价的基础 今天我们至少证明了它浪费 因为有浪费 所以成本结构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的电价调账的基础是有问题的 是人民怀疑的 所以必须要账款 好 我回过头再说 做一个正确的决策 你必须有充足的 有完整的 有正确的资讯 做正确的决策 最怕资讯不完全 跟资讯不对称 今天如果去了解一下 中游怎么 它的七言处 怎么去预测国际油价的 你就可以知道了吗 资讯不完全 资讯不对称 而且满上七下 你报上去的 你知道上面想调整油价 所以你报上去的简报 你简国外的机构 所得到的预测结果 你没有自己的模型 你没有自己的预测模式 你是简别人的 然后简的是呼应你上面 想要做的事情 揣摩上一座的 变价的调整不也如此吗 难道你今天台电 提供给经济部 提供给行政院 提供给总统的资讯 是正确的吗 里面的资讯多少是隐瞒的 所以我今天我也不寄望 所谓的月底的 经济部的检讨报告 我也不寄望 变价审议委员会 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 派一个专业而公正的人士 进入台电跟中油 就去担任你的 监察的一个董事 把里面彻底把账查得 清清楚楚 这才是一个 釜底抽析的办法 我们稍微回来再继续 从这样的这个角度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个电价涨不涨 对民众来说 它不是一个 这个几块钱 十几块钱的这个问题 而是 我只要合理 民众毫无疑问的会配合 不配合也无所谓 可是如果不能够 完全在这几个点上面 至少目前看得到的 该有利的你不去争取 我对我自己有利的我给你 对我不利的 我也还一样给你 这只要有一个 你发现有一个蟑螂的时候 就可能出现一堆蟑螂 召唤 金裁员虽然进行的弹劾 针对这个台电 可是那么民众的这个反应 跟政府是不是 都可以有非常快速 让民众说 我不给你任何 让你觉得说不合理的 那么民众可以很快速 但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您刚才有回应 其实啊 这件事情 它已经变成一个危机了 它变成 马政府面对全社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来源 所以邱教授 他是危机处理专家 所以刚才的总统做法是 帮助他把这个危机的隐性 稍微把它拿掉一点 让他的危机可以减轻 但是呢 刚才邱教授 邱教授提到那个事情呢 就是 中游在当初做预测的时候呢 骑上瞒下 然后做了总统不死的 这个报告等等 这件事情 我要跟这个省委员 做一个肯定 事实上在那个时间 我对邱教授的预测 跟中游预测 几乎是一样的 而且那个时候是 全世界的预测 大体上都是如此 因为当时 我们所判断的情况 是全球经济 如果在那个时候 慢慢稳定下来 邱教授不但会 保持在那水准 还在网上升高 所以我觉得今天 马政府所做的事情 有一件事情 它没有做对 那就是当大家都说 他礼貌 说他对这个事实的 这个判断错误的时候 他没有自信心站出来说 当时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权威机构 权威学者 都做同样的预测 马凯教授刚才公开 这个坦承 在将近两个多月以前 所有认为说 油价上涨 这是趋势 那么这是事实难料 这是的确的 问题是 确实的这种状况 也没有什么好说 我抱歉每天要磕头做衣的 就算大家都错 但是这个结果非常的漂亮 这个结果漂亮到 大家应该说 好你赶债 我们台湾实在很欲忌 我头头的顺利不对 现在也水灯灯 这个话讲不出来吗 大家一片都觉得很抱歉的话 那老百姓就真的不能原谅你了 但油价这个问题又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推移 当然不一样 因为油电价格 你调账以后 重点不是油电价格本身的问题 是因为它带动了整个全部的 全民的物价的上涨 造成生活成本的提高 所以当你一波调整这么大幅度 每公升调三块一的时候 你就带动了物价的上涨 你带动了物价的上涨 当你连续十周 再逐渐的调回原点的时候 但是物价已经回不来了 物价本来就有向下的僵固性 所以问题严重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还是强调 你基本上你政府要去做油电 这么关键的一个价格的决策机制的时候 怎么能够没有完全完整的 正确的充分的资讯呢 你这些中油跟台地要检讨的 这也是其中的一件事 我不去辩论油价跟电价的 这种预测能力 这件事情坦白说 真的有预测能力非常高的人 他应该去玩期货 应该会赚大钱 他不应该来中油当什么总经理啊 董事长 因为那个拿的钱太少了 但是我要讲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要一口气调降三块钱 就是因为前面还涨嘛 对 所以如果回到那个浮动机制 哪里有什么中油到底预测准不准的问题呢 所以基本的根本问题还是之前的那个环涨嘛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电价面对油价 我们如果都用公式化的方式来处理它 我认为它长期就不会有影响 我们再不回归公式化的话 我们以后的问题还会很大 但是现在是不是要面对 这就是要面对的 除了这些公式化的这个科学的客观的 民众都可以赞成的 就像油的这个涨价民众现在可以接受 但是整个电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这样子 基本上刚刚马凯说的这个成本的问题 我相信他讲成本 绝对不可能在六月的这个40%里面 应该在后面的60% 所以涛哥 我的结论非常简单 如果要这样子谈台电跟中的问题 我只想挑战你一句 这跟有台有什么不一样 这几个 沈大老将消消就很捧场了 几个国民党立委 几个民党立委 我说你闭案 你也说我闭案 那不简单吗 五万不必谁不会 我说我最厉害就是这个 每个都闭案 然后到最后查出来说没有 之前在节目中也讨论过 马总统说三个月查国军的买关卖关 那时候讲什么四大金钗讲了一大堆 哪一个成案 然后跟民众讲说 这个从你的口袋里掏钱出来 我们应该跟有台是不一样的 有台就是匹马 匹马谁不会 匹马还不简单 大家抽签就好了 沈总统讲换陈文靖 换邱义 谁不会 这重点不是在这里 还是得拆开来看 动涨的部分 陈锋银讲了 那个是对 沈道讲那是对的 不要把它揉在一起 如果是马凯讲成本的问题 叫台电拿出来 把费率拿出来 那12月要不要调那是一回事 那6月现在已经调了 不要再浪了 重点如果谈道理都不能够谈 你知道谈一个道理 就会被灌上帽子的话 那是什么事情都不用谈 为什么马凯教授刚刚唯一指出来的 就是如果当初你所有估算的标准 已经改变了 如果这些没有办法给一个合理的交代 这个你说民众是礼貌 可是赵哥 马教授他也承认 弊案这件事情可能要追究 要很多年的时间 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 所以我们现在短期能够追究的是 成本结构已经改变了 那我们觉得成本结构改变 你应该重新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 这一个机制 然后你让它透明化 然后把外界的力量引进来 让它费率的调整 这样社会比较能够接受 所以这最后是反映在 12月10号的那个有必要来检讨 所以这就是重点了 对 这样就可以 我还是不太同意他们的讲法 我同意要回到轨道 然后该涨就涨 该涨就涨 好 那这样是不是应该要这样 但是是这样呢 还是这样 我跟他讲 中油如果没有那涨那三块 今天跌了十跌以后 此后这样就在这里 我认为是应该要在这里 你懂我意思吗 对 是应该要在这里 而不是在这里 所以没有经过大家臭骂一顿 涨那三块这个痛苦 怎么会在这里呢 是永远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永远在这里是 马政府做的决定 不是我们的决定 这就是最简单的 这一个道理 跟民众讲清楚 如果你发现一个蟑螂 就有一堆的蟑螂 这就是这个目前的 整个的一个影响开始 再回来新闻与总会 晚安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TB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新闻